我收到Sally Zhang来问一个问题, 她说长哥三餐吃果菜炉,但又正常吃饭,会否落榜呢? Sally,你的意思是否说, 如果你一日三餐都吃果菜炉,但又吃饭, 落榜的意思是否会减肥, 你是否想瘦身,我当你是先, 否则你再来告诉我, 都不一定要三餐吃果菜炉, 我很多时候在家, 出街没有条件, 我十天只有五天在家,不出街, 我那个Vitamix是顶级的搅拌机, 是一样很相似的, 如果我吃三餐, 其实我不是先吃三餐, 我都会打一些东西, 不一定要是果菜炉, 我打汤, 譬如蕃茄汤, 冬瓜汤, 譬如是, 我随便说, 我买到牛磅, 我或者买到红牛扒, 我打那些汤都可以, 雪梨汤, 不一定要放菜炉, 那你说, 会不会瘦身呢? 是另一件事, 你说正常吃饭, 吃饭就是不正常, 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想你正常吃饭的意思, 就是好像一般人那样, 就是吃饭, 那是好的, 只要你先将果菜炉, 然后喝完果菜炉, 或者喝完我提的汤, 再去吃饭, 不过呢, 如果是这样, 你就有多些少少, 违反了饭水分离的原则, 即是饭水分离呢, 就是说, 吃饭的时候不要喝饭, 喝饭的时候不要吃饭, 你吃饭就是吃饭了, 喝饭水分离的, 喝饭水分离的, 因为他一早已经做了, 前期的消化功夫, 打到碎了, 那就不会是, 我们超过了阶段, 就不用在胃那里, 初初阶段要弄碎它, 因为搞饭已经做了这件事了, 所以, 你说正常吃饭, 那是不是又是, 你吃什么菜呢? 你吃的是炒饭, 还是什么饭呢? 我估计你的意思, 就不是吃生的那些饭, 是吧? 好了, 会不会落网了? 落网了, 其实呢, 一个人, 边肥边瘦, 就未必是直接, 跟他吃什么东西有关系的, 就是听过说的, 有些人说, 喝水都会肥, 就是, 就算水都不喝, 吸口气都会肥, 就是, 明明看他吃很少东西, 吃也都不瘦, 好多是这样的人, 不瘦是因为他所有病都是心病, 他的心不想瘦, 他不敢瘦, 这个是心理的问题, 长哥说了四十年来的, 这件事就是这样, 如果你是觉得, 你长期瘦身不了, 就真的要问自己的生命, 如果没有, 就有人帮你去做, 所有病都是心病, 心病要心弱医, 都是心的问题, 究竟你的生命, 为什么需要你这么重磅呢? 问题在那里, 就不是吃什么那里, 当然啦, 我们会是肥, 一般的, 用机械式的计法, 就是, 你进去的卡路里, 是多过你输出的卡路里, 就是你很多很多盐要放进去, 但是你又消不完, 那用脂肪控方式煮完出来, 那你便肥了, 你便消重了, 就是, 通常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只是表面而已, 背后就是, 是什么令到你, 吃一些令你暴肥的东西呢? 或者是, 你根本没有吃到暴肥的东西, 为什么仍然是这么肥呢? 问题就是在那里, 有一周一日, 你就不会再想正常吃饭了, 因为, 吃得果菜露多呢, 慢慢你就会变的, 你不会再想, 再想吃其他的东西, 你的身份就提升, 那咯, 就希望, 还有呢, 又说, 果菜露都有很多, 千万样变法, 那咯, 所以我未了解你, 三餐吃果菜露, 怎样正常吃饭, 怎样需要减绑, 这些呢, 所以就要做个人療育科咯, 如果我就这样, 你问两句, 我就想问一句, 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有太多事情, 我未知道, 我未知道你五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我未知道你和爸爸妈妈的关系, 我未知道你有多少位前度, 他和你们发生过什么事, 我未知道你有没有受过性侵犯, 我亦未知道你的生命的任务是什么, 说那么多呢, 就是, 你问那些事情, 我怎么回答, 都是很表面化的, 明白吗, 有缘的, 就是, 我们参加我们的实体活动, 如果你在香港, 尤其是我们的一段时营, 最近这一次, 三位朋友我做了, 三个生命, 立刻不同了, 有样子看, 有事有实, 他们后来的分享, 大家都, 整个营, 每一个人都感受到, 好了, 再次一次, 多谢营, 拜拜,